鲁班妻子的高招 一次 鲁班率领工匠们为一个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建造一座华贵的厅堂 在鲁班的口奖指画下 工匠们各司其致 分工协作 工程进展十分迅速 眼看就要到树立柱子 大概屋顶的时候 鲁班忽然大叫一声道 糟糕 工匠们莫名其妙 纷纷问道 师父 啥事呀 鲁班连喊数声抱歉 指着堆在院内的名贵的香章木头说 我一时疏忽 让这些坐厅住的木头截短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工匠们听吧 各个面色灰白 这批香章木价格极其昂贵 即使大货倾家荡产 也难以赔偿 就算赔得起 再去办一批货色 势必严格厅堂完工的日期 而主人正等着用新厅举办寿臣 招待朝廷那些大官贵人呢 耽误了此事 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不定要鲁班去吃官司呢 鲁班急得食不甘胃 睡不安稳 妻子发现丈夫终日愁眉苦脸 问明缘由 用倩倩手指往丈夫额头上轻轻一戳 笑道 亏你还是工匠的权威呢 连这种简单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鲁班恳求道 你就帮我一把力吧 妻子白了他一眼 笑道 你说我的身材高不高啊 鲁班说 不高不高 直到我的肩膀 妻子又问 那我现在怎么同你差不多呢 鲁班恍然大悟道 啊 你在靴底上垫着木拖鞋 头上插着一簪猪花 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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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妻子的启发下 鲁班在每根听住脚下 垫起圆形的白猪时 听住上端香 借着雕花篮和鸟手的柱头 这样便解决了难题 富丽堂皇的厅堂如其建成了 鲁班仿草造句子 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要鲁班 负责修建一座大宫殿 并且必须限期完成 否则就要给予严厉的处罚 接受任务后 鲁班抓紧时间准备一切用料 其中需要大量的木材 他就召集其他的徒弟上山去采伐 当时采伐木头用的是斧头 凯呀 凯呀 徒弟们砍了许多天 直累的腰酸背腾 还是没砍下多少棵树 鲁班的心里非常着急 如果木料供应不上 就不能按期完工 这样不仅自己要受到处罚 还要连累徒弟们 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 加快伐木的进步呢 鲁班为此绞尽了脑汁 还是想不出好办法 这一天上午 他又心事重重地到山上去查看 为了抄近路上山 他决定沿着陡坡的阳长小道上去 山路陡峭 草木茂盛 他用手盼着树枝 砸草 使劲地往上爬 爬着爬着 他脚下一滑 差点摔下去 由于太使劲 手背握着的茅草划破了 鲜血从手心流了出来 鲁班伸手一看 只见手上有几道细细的口子 感到很惊奇 几根柔软的小草竟也这么厉害 我倒要看得究竟 于是他又抓住小草用力一抽 只见手掌又被划了几道口子 鲁班顾不得疼痛 也顾不得擦去手上的血 拿起小草所看又看 琢磨着草上有什么名的 终于他发现了茅草的秘密 原来茅草叶子的边缘上 有许许多多排列的很整齐的小尘 正是这些锋利的细齿 割破了鲁班满是剪皮的手 哈哈 有了 鲁班心里一亮 心想 如果仿造茅草的样子 在铁片上打出细齿来 不就能把树弄断了吗 鲁班找来了铁匠 让铁匠打了一批带有细齿的铁片 用这种铁草去剧述 果然又快又省力气 鲁班造木渊 鲁班是敦荒人 他小时候 双手就很灵巧 会胡各种各样漂亮的风筝 长大后 跟父亲学了一手好木讲活 修桥盖楼 剑丝造塔 非常拿手 在河西一带很有名气 这一年 他成婚不久 就被梁州金五威的一位高僧 请去修造佛塔 两年后才完工 他人虽在梁州 但对家中父母放心不下 更想念新婚的妻子 怎样既不如造塔又能回家呢 他在天空飞雪的琴鸟齐发下 造出了一只精巧的木渊 按上机关 齐上一世 果然飞行凌变 于是 每天收工吃过晚饭 他就乘上木渊 在机关上击打三下 不多时便飞回敦荒家中 妻子看到他回来 自然十分高兴 但怕惊动父母 他也没有言 第二天大清早 又乘上木渊飞回梁州 这样 时间不长 妻子便怀孕了 五班的父母早睡晚起 根本不知儿子回家之时 见儿媳有余 还以为他行为不轨 婆婆一查问 媳妇便将丈夫乘木渊 每晚回家之时说明白 谁知 二老听了不信 晚上要亲自看个真假 掌灯十分 鲁班果然骑着木渊 回到家中 二老一律顿散 老父亲高兴的说 儿呀 明天就别去梁州工地了 再加些上一天 让我骑上木渊 去开开眼界 第二天清早 老父亲骑上木渊 儿子把怎样使用机关做了交代 若非近处将机关木鞋少积几下 若非远处就多积几下 早去早回 别悟了我明日做工 老父亲将交代记在心中 骑着木渊上了天 心想飞到远处玩一趟吧 就把木鞋记了十多下 只听耳边风响 吓得他紧闭双眼 抱紧木渊任凭飞响 等到木渊落地睁眼一看 一家伙飞到了无地金江苏浙江一带 无地的人见天上落下一个怪物 尚起白胡子老头 还以为是妖怪 围了上去 不由分说 乱棒把老头打死 乱刀把木渊砍坏 乱班在家等了好多天 不见父亲返回 他怕出事 又赶作离之木渊 飞到各处寻找 找到无地以后 一打听 才知父亲已经身亡 他气愤不过 回到夙州金九全雕黎格木头仙人 手指东南方 木仙人神通广大 手指无地 大汗无语 当年颗粒无收 三年以后 无地百姓从西来的商人口中得知 九汉无语 原是鲁班为父报仇事的法术 并带着厚礼来到夙州向鲁班赔罪 并讲了勿杀他父亲的经过 鲁班知道了真情后 对自己进行报复的做法深感内疚 立即将木仙人手臂砍断 无地当即大将甘露解除了汉灾 之后 鲁班佛斯又想 认为造木渊是父王 造木仙人是天大汉 百姓苦是干了两件蠢事 便将这两样东西扔进火里烧了 木渊和木仙人便就此失传了 鲁班训徒 在鲁班众多的徒弟中 有个名叫赵显的 是为眼眨眉毛洞的角色 他生来伶牙俐齿 为人处事爱偷奸耍花 也怪鲁班一世看走了眼 没有识破其真面目 在从事的三年时间里 倒也让赵显学得了一些皮毛的手艺 师父 为什么别人都那么敬重您 却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不服气 呼一日 赵显提出要与师父一笔高下 鲁班见徒弟自不量力 毫不谦虚 虽然有点恼火 但心里说也好 不如借此机会 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低厚 狂妄自大的家伙 在这可以考验考验 他到底有什么真本事 手艺学到何等程度了 于是便欣然答应了 并对赵显道 那好 我们今天晚上各造一座桥 至计较十分为止 谁不能按时完工 就算谁输 你看如何 赵显满口应成 行 一言为定 不过 我们两者的距离要拉开 以免互相受到干扰 您去影城见桥 我到杀金动工 言必各自分头准备去了 话说这一天正是二月初一 无奈天空不作美 晚上不仅没有月亮 而且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 天黑的伸手不见不止 为了照明 鲁班赶紧向东海龙王借来了一盏 不怕风吹雨淋的水晶灯 连夜施工驾桥 赵显见天气恶劣 无法开工 急得在江边夺来夺去 抓耳挠塞 心如火坟 可就是无计可施 先想天气这么差 师父他肯定也没法动工 说不定正躺在被窝里睡懒觉 做美梦呢 那样多舒服要 为了探听虚实 赵显决定偷偷跑去看个究竟 隔着老远 单间一盏明灯高悬 照得大地亮如白昼 和两岸已立起桥墩 鲁班正在居木板铺设桥面 还有许多民众饶有兴趣的冒雨为官 并为师父加油鼓劲 呐喊诸威 场面红火急了 不过 鲁班并不准许他们帮忙 只是一人独自飞快地劳作 漠不出声 精神抖擞 眼看师父大功告成 赵显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一拍脑门心说 有了 只要阻止师父不把桥面打通 那就不算完工 没有完工就不算赢 于是 他昂头伸长搏梗 捏着嗓子 学起了公鸡打鼻 摩摩摩摩还别说 他的模仿真是唯妙唯笑 逗得影成所有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 鲁班听见鸡叫 只得与乡亲们作别 停工回家 走到半路 遇着打更的人 耿夫关切地询问 师父的乔俊功呢 鲁班说 还差一口气 瞧面没打上 按照我们视线的约定 计较为止 现在计较了 我只好认输 耿夫一压一声 道 奇怪 此事二更未到 为何计较 话音未落 恰见巡夜的士兵 压着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走过来 鲁班一眼认出 那个被抓的人正是赵贤 心生一斗 忙上前相问 托儿为何致辞 赵贤羞愧难当 低头不语 仲士兵见鲁班认识赵贤 为首的急忙拱手说 这次深夜透血鸡脚 扰万民心影响凶眠 我等为了维护隐成一方安眠 将其当场拿获 鲁班和耕夫一听 顿时明白了 念及师徒之情 鲁班凭着自己的面子 向官兵讨了个人情 将赵贤放了 赵贤十分感激 跪在师父面前做下保证 谢师父宽恕 弟子知错 再也不敢了 鲁班长叹一声道 只要你有悔改的诚意 老老实实学艺 踏踏实实做人 今后仍然是我的好徒弟 岩霸 搀扶起赵贤 回头转身 师徒二人共同完成了 桥梁的建设 四海龙王听说鲁班一夜之间 建造了一座桥梁 嘖嘖称奇 纷纷顺着水道齐聚到桥下来观赏 并向鲁班表示祝贺 后人把这座桥叫做龙徽桥 四海龙王来看桥时 都出入于影城东边的水门 所以人们又将这道水门称为龙门 第二年 时逢楚国春汗 鲁班率领弟子们打造了许多水车 分送给老百姓驱水抗汗 以解燃煤之急消除民间疾苦 数日以后 内地所有的糖 燕 港岔里的水都被车干击尽 汗情依然严重 没有水的浇灌 大片农田开始军裂 和苗枯黄 如此发展下去的直接后果就是颗粒无收 鲁班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多不思索时 猛进家中尚未归还的水晶灯 于是有了主意 决定请东海龙王降给施救 赵显虽然记忆大有长进 鲁班对其也没有另眼相待 可是同门师兄弟们却都瞧不起他 甚至有些歧视他 鲁班发现这种苗头 有意给赵显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从而重复自身形象 改变师兄弟们对他的看法 鲁班将精心感知的一盏木灯 与水晶灯一并交给赵姐 吩咐道 徒儿呀 去年我和你比赛剑桥时 殷开野宫 曾向东海龙王敖广 借过一盏水晶灯 由于盲目 时至今日也没顾得上送还 今天你带我到东海龙宫去一趟 一则将水晶灯还给主人 表示诚挚的谢意 二则请他为处地普将甘邻 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赵显虽不诚实 倒还勇敢 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只是问 师父 龙宫在海底下 我如何取得啊 鲁班鸥的一声 指着其手上的物件交代 这两盏灯都是宝贝 你尽管放心前往 只要不离其中一盏灯 包你能去能回 等你完成任务以后 这盏木灯就是给你的奖励了 喜滋滋的照写衣靠近江边 只见江水分开 两边如墙抖地 展现在眼前的是宽阔的十字台阶 平坦而结实 人过之后 身后的水利马恢复如初 沿着阶梯走下去 照前望着手提的两盏灯 心想 他们竟然有如此神通 真是无价之宝啊 尤其是那盏水晶灯 造型雅致 晶莹透亮 光彩夺目 简直让人爱不失手 越看越喜欢 动了心思的赵贤觉得 将他还给龙王太可惜了 再说龙宫里也不缺这么一件东西 何不来个瞒天过海 偷梁换柱 将其占为己有呢 到了东海龙宫 拜见了龙王 赵贤把鲁班使他还灯 和请求为楚国降雨正在的事一一并命 东海龙王傲广 一向敬佩鲁班 听说使他派来的人 并不多问 满口答应 便亲自安排施云不雨的失去了 只是吩咐龟丞相收下灯盏 好生款待客人 使了吊包机的赵贤 留下木灯藏匿的水晶灯 他心中有鬼 齐肯久留急忙道别 龟丞相热情的挽留 无奈赵贤执意要走 只得相送至宫门外分手 当龟丞相反身关闭宫门之际 不料汹涌的海水立即吞没了赵贤 原来龙宫的水晶灯里面藏一颗夜明珠 可在风雨中照明 鲁班的木灯里则安置了一枚神奇的分水珠 能够分水行走 连血也不用打尸 不知其中奥妙的赵贤因为贪财 失去了分水珠的保护功能 所以到不得岸上就葬身海底了 据传 他死后变成了一只王八 赵贤终因自己阴暗的心灵 没有经受住师父鲁班的考验 耍尽小聪明 搬起石头 砸了资格的脚 送掉了心灵 这个故事在湖北民间广为流传 并由此衍生出一句歇后 赵贤送灯台一去永不来 与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有 亦取同工之苗